第二种失眠呢 这种呢 它就是心烦意乱 特别的烦躁 然后呢 还特别爱做梦 然后往往呢 严重的人 他还觉得口特别的苦 那种口苦苦的是很可怜的 就是苦的心烦意乱的 然后半夜起来以后 团团转就苦的受不了 喝水也不管用 吃甜的也不管用 吃甜的都不管用 不管用 因为这种苦 它是肝胆 肝胆的苦味 泛上来的 胆汁 胆汁倒回来了是吗 对了 那是跟肝胆有关是吗 是了 这种失眠 对 这个就是肝火 扰乱的牺牲 对 肝火 肝火扰乱的牺牲 那应该喝什么 这个呢 最安全的方法 就是喝玫瑰花茶 玫瑰花茶 就专门针对肝火的 对 就像肝火的是吗 拿玫瑰花 它降肝火还里气 实际上肝火是什么呢 就是气多了以后 淤在那了 它就变成一个火 像那个煤气 一点就着了 那感觉 所以我们就喝玫瑰花茶 但要记住啊 就拿玫瑰花来泡水喝 不要加糖了 以前咱们说过玫瑰糖 这个就不加糖 因为我们要去它的火 所以就是只是纯的玫瑰花 热水泡茶就可以了 对 降一下肝火 对 就能睡得好了 就能吃饭了 谢谢大家 如果我们来一下 就能吃饭了 就能吃饭了 我们来一下 就能吃饭了 那么多了 就能吃饭了 就能吃饭了 就能吃饭了